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22集 这种帮人的事,潘宝华已经错过一次了 他想过替江炎解围,替周成解围 不希望三人的战友情彻底崩塌瓦解 所以江家希望周成负责时,他主动站了出来 他说自己会娶江炎 潘宝华当时是认真的 这个承诺一直到江炎来捅破窗户纸时 潘宝华都是认可的 如果江炎没找到一中人 他就会负责照顾江炎 他还以为自己是大英雄呢 江炎却说这承诺给他太大压力 这不仅是给江炎的压力 同样也束缚住了潘宝华自己 若不是江炎郑重和他谈话 解除了这个束缚 潘宝华最终是不会来捧城的 哪怕他弄明白自己的心 想和白珍珠尝试着升华一下感情 但有婚约承诺在前 潘宝华没有来捧城的资格 江炎把这个束缚结束了 潘宝华才自有 有过一次教训 他再也不敢拿这种事开玩笑 要帮助别人有许多办法 千万不能随便把自己这个人 随便给许诺出去 潘宝华把他和江炎的婚约讲了 所以我不是开玩笑的 白珍珠想要夺路而逃 潘宝华对他来说 就是高山之殿的偶像 现在偶像忽然说要和他生怀一下感情 作为粉丝的白珍珠自然好慌的了 他爽朗的声音已经退化成弱鸡 三哥 我能问问为什么不 这太突然了 潘宝华认真考虑了一下 一开始我也没感觉 江炎忽然问我 觉得你这人咋样 我想了想 好像全是有点 他还说 你到穷岛是躲避家里人催婚的 我就觉得你不该为这种事烦心 后来你忽然就不来不对了 小兰告诉我 你回了阳城 我就在想你会面对些什么 越想我心里越不舒服 就决定来找你了 所以感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原本就有很多铺垫 就像他在白家人面前说的 这根之底 又能说到一块去 和白珍珠在一起 他感觉很轻松愉快 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 可能他一直都不会去琢磨 不会去深究 有了外部压力 这种感情一下有了变化 别人只看到白珍珠打扮得不男不女 潘宝华觉得那是英姿飒爽 别人觉得白珍珠身手出众 潘宝华却想起 他被人伏击的那次危机 他欣赏这大妹子 也怜惜这大妹子 特别是今天见了白家人后 这种感觉更强烈 白家人都不坏 就是没什么能力 珍珠一个人扛起白家 太辛苦了 如果他能为他分担一点就好了 潘宝华带有不确定而来 如今却弄懂了自己的心思 他对江炎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珍珠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 三哥不是开玩笑 三哥说得好认真 白珍珠同志是什么反应呢 他远远地看见自己住的房子 打开车门就跳车而逃 潘宝华都愣住了 半晌后 潘宝华才回过神来 抓着方向盘大笑 然后你就跳车逃了 面对夏小兰的质问 白珍珠怂怂地点头 他不仅跳车逃了 他还一晚上没睡着 一大早就翻墙离开家 跑到启航楼下等夏小兰 被按时来上班的夏小兰 捡回了办公室 为什么不走大门呢 他也不知道啊 他自己现在做事 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因为潘三哥的表白 打乱了他的逻辑 夏小兰恨铁不成钢啊 你也太怂了 那种情况 不是应该告诉三哥 你会认真考虑 然后和三哥礼貌道别吗 白珍珠哭散个脸 你说的对小兰 如果是你遇到这事 肯定会处理得很好 不像他 打开车门就跑 太丢脸了 三哥一定对他很失望 别说升华感情 如此怂且没有礼貌的他 估计连继续当朋友 都要考虑一下 夏小兰 看白珍珠低着头 快把脑袋 埋到桌子下去了 说真的 他认识白珍珠几年 还没见过白珍珠 有这样一面 忍住想调侃的想法 夏小兰安慰他 算了 三哥又不是外人 就算你俩升华不了感情 咱们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在朋友面前丢脸 不算丢脸 你被三哥 在众人围观下 撂倒那么多回 一直都是越挫越勇的 从来也没见过你 不好意思啊 所以 珍珠 你对三哥的提议 是怎么想的 男人 一般不想在自己 心仪的女人面前丢脸 反之亦然 白珍珠会做出 落荒而逃的事 恰恰说明他对潘宝华 有一样的感觉 不心虚的话 泡什么泡啊 大的芳芳告诉潘宝华 咱俩升华感情不合适 还是当异性兄弟呗 白珍珠垂头丧气 伴上后 才瓮声道 嗯 我不知道啊 夏小兰 拍拍他肩膀 那就回复三哥 说你愿意试一试 升华失败了 你俩再退回友情呗 白珍珠吃惊 啊 这样都可以啊 为啥不行 难道 你对自己没心心 尝试升华感情失败后 你会赖这三哥不放吗 夏小兰的反问 让白珍珠的脸色 变得红黑 我不是那种人 哼 不是那种人 不要靠嘴巴说 要用行动证明啊 珍珠 结不结婚是一回事 不婚 不耽误你谈恋爱啊 与其和那些 不靠谱的男人谈恋爱 为什么不能和三哥 发展一下 嗯 像三哥那种大英雄 哪怕你俩 楚过一段时间 又好聚好散了 你也不算吃亏吧 幸好三哥想明白了 从穷岛追了过来 要不 夏小兰真的要建议 白珍珠 拿高华斌这小怪 练练手 免得一点男女 感情经验都没有 以后被男人骗了 会栽得更惨 当然 现在潘三哥既然来了 高华斌什么的 还是滚一边去吧 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呢 白珍珠被夏小兰 反问到懵逼啊 她当然不吃亏 她都不怕和潘三哥打架 居然害怕和潘三哥 处对象吗 为什么自己这样怂 为什么 昨晚要跳车逃跑 她现在去找潘三哥说 自己愿意试一试 潘三哥会不会给她两拳啊 夏小兰其实很是替两个朋友高兴 不是惊天动地的才叫爱情 爱情也有细水长流的 甚至是从友情升华的 从朋友变恋人需要谨慎 如果恋爱期间闹得太不愉快 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 但也不能因烟费食嘛 夏小兰反正是很期待 白珍珠和潘宝华展开感情的 珍珠 你准备啥时候 给三哥答复啊 嗯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现在就去 珍珠 你刚才可是说好不怂的啊